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身台北望族 受的是日本教育 当年一流学生只想学艺 使民却到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 二战结束 日本战败 使民追求认同 当过共产党情报员 又因为中国暴政回到台湾投入台独运动 一九五零年刺伤蒋介石失败 逃亡日本四十年 使民在日本时代开了间中华料理新增位餐馆 赚了钱投入台独运动 当年已经快要九十岁的使民抗议连战到中国访问 他从第一直接在机场丢鞭炮被胆 他在上街头 要求其他同样被抓的伙伴得一起释放 到了快要百岁生日 使民快要走不动了 依旧带着炸鸡到立法院给太阳花学运补体力 我已经减肥的人 你们这少年人会回到我家 这一期一个 很多人的思想都出来了 使民的力挺 太阳花学运成功改变台湾未来走向 对总统蔡英文更是十年不变的支持 那大晨天深夜的时候我也去看他 那时候他的情况就有些困难 那昨天过世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不舍 那他一心与他的一生其实都是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 今年初民进党初选独派大佬登报要求换人 使民逆着风坚决力挺蔡英文 总统哀悼明年年夜饭留着一张椅子给使民 台独教父一生传奇未尽置业 接下来就是后人接续 三连新闻游家伟全家伟组的报道